这个狼狈不堪的男人竟然是当朝王爷 此刻的他跪在地上等待国王的审判 王爷矢口否认 接着柳大人召唤了如生李景宫前来对峙 他很心虚 毕竟是在当嫁祸 他多得诉说指控王爷 王爷崩溃大喊 前几日急通告诉李景宫 让他在公堂上说 殿下喜欢带王爷送的金雕 去净土山狩猎 所以是在净土山说的忤逆之言 王爷一个劲的辩解 恳请殿下带上了自己的证人 听完证词再做定夺 证人是吉同 当他被带上来的时候 国王身边的宦官认出了吉同 他们曾经是旧相识 此时吉同的表情一变 报处的时刻终于到来 他起初说了王爷很尊敬 世祖大人 因为他的祖父帮 世祖登基立的大功 王爷看到了希望 以为这个脚踏板 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没想到吉同话锋一转 因为王爷认为 世祖大人 是男人中的男人 就算侵犯了儿媳妇 也不算是问题 随后李景公趁热打铁 指控王爷 国王听到这些话 脸色大变 听着李景公和吉同 你一言我一语的指控 对王爷很是失望 尽管他咆哮着百般辩解 也无法挽回局面 宦官看着诡计多单的吉同 出了微笑 另一边的光头收拾了金银珠宝 准备跑路 小手下质问光头 是他害得王爷被抓吗 手下已经知道了 光头和阿姆哥联手的事 担心他被王爷报复 此时的光头等待王爷败落 他就好独吞盈眶 突然一行人闯入王爷府邸 搜查王爷忤逆的证据 如果搜到了 就不会保证为皇亲国戚 吉兄也来到了王爷府一起查找 细心的他在小黄书中 发现了调义帝文 那是之前光头偷偷放进去的 证据确凿 国王要嘉奖证人吉同和李锦弓 而王爷则是收回爵位 发以仗刑 结果令人大快人心 重见天然的李锦弓 原本以为自己和金日孙的事 会不得好死 没想到因为吉同的帮助 得以释放还立了功 阿龙与和尚把李锦弓的孩子带了过来 一旁的小布点也希望 赶紧与吉同团聚 可是吞之格没有把吉同带回来 还唉声叹气 小布点以为吉同被刺刺 捂住嘴巴眼泪喊眼圈 兄弟们把小布点都哭后 迅速离开 失去了给二人留下独处时间 小布点却生气地走了 另一边 吉兄在王爷面前把调义帝文 从小黄书中抽出来 王爷晃了 他哭了 他终于明白吉同接近他 献殷勤的目的 原来就是要弄垮他 可是为时已晚 两位帐行执行人 收了吞之格等人的贿赂 不要手下留情 要狠狠地行刑 王爷受完刑之后 兄弟们赶紧询问线人野山 王爷还得到了什么惩罚 野山面露喜色 兄弟们高兴地呐喊 他们终于把王族干掉了 吉同赶紧跑回家 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告诉了阿姆哥 父子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阿姆哥的另一个儿子 在大牢中面无表情地 看着狗言残喘的王爷 王爷大声咆哮着 他被流放的时候 民众们拿着菜叶使劲地 砸这个恶人 王爷还看到了 坐在轮椅上的阿姆哥 还有祭坊的老板吞志哥 和曾经对他悲空欺欺的 受伤 对骗了一目的活现在眼前 王爷口头先行 光着格斗圈的阿姆哥 表情真灵 二脑不一 曾经有多辉煌 现在就有多稀采 铲除了王爷 吉同一家就会这样 重振辉煌吗 前方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下集再见 他出生就是个奴隶 死时却拥有五星级的殡葬体验 送葬的队伍更是浩浩荡荡 这个男人叫阿姆哥 几天前 阿姆哥的精神状态还很好 可只有他知道 这不是身体在好转 而是回光返照的征兆 戏数这一生 他已经了无遗憾了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失踪的大儿子和小女儿 阿姆哥和好友告别后 让吉同带自己去妻子的分边 他想要死在妻子的海骨身边 可他还是没能挨得到那时候 吉同不过是给路人指路的功夫 他就咽了气 见父亲一动不动 吉同虽然知道他走了 但还是为他穿上了掉落的鞋子 吉同摸上父亲冰凉的手 哭着和他说了一声辛苦 吉同希望来时他们还能做父子 到时还阿姆哥做儿子 吉同来照顾他们 他会努力赚钱给家人买绸缎 也会像今生的阿姆哥一样 让孩子们吃上大米 学认字 阿姆哥 阿姆哥魂归天外时 大儿子吉熊也梦见了他 吉熊梦见父亲让他读书给他听 读了几句 父亲就消失了 吉熊醒来后 不祥的预感瞬间侵蚀向他的心 而另一边 吉同正和所有手下们给阿姆哥送葬 浩浩荡荡的队伍里 有很多自发赶来的百姓 阿姆哥深受爱戴 他的逝去让很多人都极为不舍 总有一些逆贼 会趁紫机会来和他们作对 光头等人伺机埋伏在山路上 起头从他们手中逼出银矿 光头绑了所有人 还把小不点给劫持了起来 眼看吉同这边的人没了威胁性 光头便得意地走到吉同身边 准备祈祷他的一只耳朵 以报当年阿姆哥祈祷他耳朵之仇 父亲的送葬队伍被人打断 吉同拼命隐忍着怒火 再三拜托光头 也来打扰他们 光头只是猖狂大笑 吉同忍无可忍 荒之力彻底爆发 他一把拽起光头出去老远 又猛地推飞上前的护卫 吉同的能力 第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 他不想见醒 一声怒吼山野地为他辨死 吓得光头等人全部落荒而逃 光头回去后还坐立不安 他想去找吉同道歉求原谅 可他的手下莫尼却觉得 他们和吉同父亲之间 还隔着切耳之仇 不能就这样向他们低头 莫尼带着光头躲去安全的地方 但四周都是吉同的势力 他们躲到哪里都会被找到 面对吉同等人的追杀 光头害怕极了 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莫尼 出乎意料的是吉同道也不为难他 只是把莫尼给带走了 光头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却不知 这只是吉同的计谋而已 看见自己被最尊敬的人出卖 莫尼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吉同有意地放水 莫尼趁此逃了出去 狠狠一刀解决了光头 光头一死 莫尼也逃走了 于是光头下面的人手 只能投靠在吉同的手下 这一次 吉同不费吹灰之力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他走在街上 接受百姓们对他行礼的样子 像极了曾经的阿姆格 他召集人手商量接下来的事业 如今皇帝解决了王爷 顺便还处理了很多反对他的大臣 现在皇帝在朝堂说一不二 听说皇宫的国库已经告捷了 吉同便准备把银矿献给皇帝 他要投靠皇帝 让他做自己最有力的坚强后盾 与此同时 皇帝召见绿水 为了感谢他曾经帮助自己打探民间消息 皇帝给了绿水一个实现心愿的机会 皇帝的帮助下 丽水当然把那个强行霸占玛他的使道给处决了 他大仇得报 而严子之因为镇压王爷有功 被直升两级 现在当上了五品汉征服判官 严子之带吉同手下的人去见了皇上 得知这就是给自己献上银矿的人 皇上满意的赏出了他一个小官 有了这个官决 吉同的势力就能在汉阳镇市立足 他们搬进新家 吉同给小不点留出了最好的一间屋子 他说自己会把小不点当成妹妹照顾 可小不点并不买账 他要的才不是当妹妹的 见小不点纷纷离去 吉同扑斥一笑 其实小不点喜欢他 他又何尝不喜欢小不点呢 第二天 吉同准备带人去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曾经帮助他打倒王爷 名叫朴和珅 不过 这时的吉同还不知道 朴和珅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大哥 吉雄 而这时的吉雄 正在皇宫里行走着 他和一群宫女擦肩而过 丝毫没注意到里面有个宫女的发带掉了 当那宫女反身回去捡发带时 抬起了他那痴嫩的脸 这个男人想和皇帝合伙做生意 一个绝妙的赚钱计划 快速在吉同脑中成型 吉同准备利用皇帝即将下达的禁酒令 大赚一笔 吉同提前让酒馆酿好酒 等皇帝禁酒令下达后 城里所有的酒都不能再贩卖 而这时 只有他的要求 能在市面上进行流通 皇帝的禁酒令在吉同这完全不提作用 他只需要把酒做成要酒就照样横行于世 吉同靠着这个转的盆满钵满 可好景不长 这天哥哥吉雄在民间视察时 看见官员们居然无视禁酒令 他立马将此事告知了皇帝 于是 准对买酒方的彻查行动开始了 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官员们手眼通天 竟将罪名全部推给了普通百姓 而他们自己则照样畅快饮酒 吉同虽然不满 却也没有办法 他是个商人 只能做商人做的事 可惜当吉同酒水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时 一帮心怀不轨的地痞 找上了门来 吉同满腔怒火 他如今的身份 够这些混混喝一壶的 遇到这种事 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吉同找到皇帝的使臣 挑明自己要找地痞麻烦 让他帮忙兜着点 晚上 吉同带着手下 地痞进行了一番大量 他像是冷冷观战 在一跃而起冲向地痞头子 吉同的这一招情得先情 得实在是妙 他只受了一点爽疤 就将地痞一派一网打击 从此以后 黑道着他们再无对手 吉同认为这样做很直 但小不了看见他受伤的手 却心疼得不行 他是真的很爱吉同 就算他拿他当妹妹也爱 就算他喜欢绿水也爱 期间大家庆祝着帮派的胜利 小不了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吉同 而就在这时 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突然闯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吉同想起来了 是有那么一棵树 不过这么年轻的大仙 是真有假就有待靠真了 他现在这里的原因是要提醒吉同 他说吉同是上天创造了力士 如果再这样辜负上天的安排 就会一年早亡 这话吉同的父亲似乎也对他说过 力士注定要做将军 注定要保家卫国的 倘若始终碌碌无为的做个商人 那就是侮辱了力士这两个字 对此 吉同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 不想改变 不想他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了 吉同把这来了银子 上交一大半给皇帝史承 偶尔还会向他打听绿水的近况 可史承知道皇帝喜欢绿水 因此对绿水的事情绝口不提 毕竟他现在过得也不差 哪怕有些同行想挤兑他 也会被绿水毫不留情的一巴掌给打醒 绿水的心思不如小不点那么纯粹 他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也会为了那个目标不择手段 宫里的绿水不需要吉同的保护 他只需要绝对的权利和地位 宫外的吉同生意越做越大 他把手下的各个产业 分别交给新夫们去打理 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吉同如今已经成了富甲一方的存在 可他不知道的是 被他陷害的王爷 这几年也没闲着 曾经害死吉同主亲的老妖婆 又在作妖了 他请自己的老师前来帮王爷复仇 其实就是想借王爷的手 解决到吉同而已 他在王爷耳边小声说出老师的身份 王爷立马脸色大便 然后他开始按照老师的话 诚心尽气的在此学习 困了就用匕首放桌上提神 看得出来 王爷和老师正在酝酿着一盘大棋 毕竟几年的时间 已经足够改变很多东西了 就连吉同那失踪的妹妹 也在岁月里流转间 慢慢长成了大人的模样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 连皇帝他都敢拿捏 欲擒故纵的把戏 玩得那叫一个高级 避水把男人的心里琢磨得透透的 他知道对于太容易得到的女人 男人都不会珍惜 所以他一直假意拒绝皇帝的求爱 以此让皇帝对自己更加迷恋 绿水有美人计 让皇帝给自己送了一批侍女来侍奉 其中就有吉同的妹妹于林 可惜绿水并不认识于林 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小宫女 而此时的吉同也对这一切并不至情 吉同听说有人想来求取小不点 虽然心里不太舒服 但吉同还是去询问小不点 要不要见见那求取的男人 小不点当然不愿意 他把选择权交给吉同 没想到他竟然让自己去见 小不点气不打一出来 他故意放出自己已有心上人的消息 让前来求取的男人直拉而退 见吉同还没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 小不点索性直接对他告白了 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之后 两人终于走到一起 谈恋爱的同时 吉同还不忘搞事业 他创办了一个活冰亭 专门为一些有冤屈 但朝廷又不管的人申冤 这几年来办得风生水起 可随着活冰亭名声远播 他们家的仇人也全都聚集在了一起 这个复仇者联盟 以一个白胡子老师为首 帮助了曾害死吉同母亲的老妖婆 并带领着老妖婆的儿子当上了官员 后来在老妖婆的介绍下 老师还认识了杀害吉同父亲的王爷 他指导王爷学习 让他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就回到了都城 而经过这些年的刻苦学习 王爷一回归就收服了很多酸儒书生 在王爷和其他老师的话术洗脑里 这些书生成天喊着尊卑有别 老师察觉到了活冰亭的存在 他觉得活冰亭会影响国家的未来 于是他让王爷怂恿书生去衙门成天闹腾 一听说吉同父亲的手下墨铁 去教训了欺负穷人的官宦子弟朴德柱 王爷便立马以墨铁良民的身份做文章 说良民不能欺负宦官子弟 他与书生们在衙门外蹲了十天 要求衙门把墨铁捉拿归案 但好在衙门的判官是严子智 他能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可全靠着吉同的推波助澜 严子智不会对吉同手下的人动手 他只会出来看看 到底是谁在外面扇风点 当看见王爷的脸时 严子智立马把这事告诉了吉同 看到本该为流放多年的人 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都城 吉同和手下都是一脸的不可知性 告诉他们这件事一定不简单 王爷为什么能回来 为什么一回来就针对墨铁 当然是想找吉同报处 严子智本以为 自己对王爷的诉求置之不理就行了 没想到他的上司 竟在此时换了人 这新来的树影大人名叫赵振赫 他新官上任的第一把虎 就是调查墨铁气如瓢得住之事 严子智不敢违抗 他只是想不通 赵振赫为何会如此针对吉同手下 他不知道的是 赵振赫其实就是老妖婆的儿子 他奉老师之命 调查活冰亭的幕后主人 见墨铁被抓去衙门做了大牢 吉同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他让严子智向自己引荐给赵振赫 吉同想用往常的老办法 收买赵振赵振 却不知眼前之人 就是害死自己母亲的老妖婆之子 长大后的他们互不相认 赵振赫不肯被收买 当即就拂袖离去 这招行不通 吉同只能换一招了 那这事就好办多了 吉同找到赵振赫的上司 用对方禁酒令器件 在自己这买酒的证据 必利用他让上司结束的此事 第二天 赵振赫正在牙梦里 耀武扬威地审判着墨铁 他刚想让人对墨铁行刑 吉同收买的那个上司就到了 他严厉喝止到赵振赫的行为 并用职权逼迫他立马放人 墨铁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出来 这下 王爷的算盘算是落空了 最现身的吉同眼前 和他正面硬杠 这时的吉同才知道 被他放走了光头手下莫离 原来早就投靠了王爷 这个男人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但衙门的官员却置之不理 是什么让这个男人无法无天 是法律 男人名叫郑俊波 他声称妻子出轨且善妒 按照国家的律法 丈夫有权处者出轨的妻子 按理说 既然官府不管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郑俊波刚出狱 就被人给狠狠地揍了一顿 而揍他的人 正是民间组织活冰亭的人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为了挖出活冰亭的幕后之人 王爷的老师使用郑俊波来搞事情 在老师的指挥下 赵振赫叫来一个知情者了解情况 但知情者也不知道 活冰亭的主人是谁 他只知道 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其为大老爷子 当赵振赫正在调查这位所谓的大老爷子时 吉同也收到了一个老者的消息 他就是被郑俊波杀害妻子的父亲 当初郑俊波之所以会被收拾 就是因为他岳父去了活冰亭 寻求了帮助 老者很感谢吉同 一听说衙门要调查郑俊波之事 就立马赶来通知吉同 面对顾客身内提下的保护和感谢 吉同自然不会将自己置身事外 他听小不点说 郑俊波的妻子并不善妒 吉同心里便有了主意 他打算兵刑险招 用皇帝的生母来说是 因为皇帝的生母 就是因为善妒被先皇赐死的 只要把郑俊波妻子的事 和皇帝生母联系起来 皇帝就会怜悯郑俊波妻子 有了办法后 吉同让手下打造了一只金贵的银簪 他把这送给了皇帝使臣 让他拿去贿赂皇帝最近最喜欢的绿水 作为回报 使臣需要帮他把皇帝带去一间声乐坊 使臣当然不知道 吉同竟敢用皇帝生母做文章 当即就收下了簪子 并将皇帝带来了生乐坊 他们的隔禁就是吉同的手下 一听皇帝来了 手下们赶紧拿起早就这美好的台词 念了起来 他们先是说郑俊波杀妻一事 再把这事和先皇杀妃之事 一起拿出来说 不管皇帝的生母如何 那都是他的亲生母亲 听到别人说自己亲生母亲善妒就该死 皇帝哪能忍下这口气 他当即就气得转身离去 回宫后 皇帝日夜喝梦酒 绿水得知皇帝想念母听 并借此给他唱了关于母亲的歌 看着绿水眼里的泪水 皇帝觉得终于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了 这一晚 绿水终于把皇帝成功拿下 不过 有人欢喜有人忧 当皇帝和绿水打得火热之时 吉同的哥哥吉雄 也意外得知了一个惊天真相 他来找好友赵正赫商量事宜 结果竟在赵正赫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身影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害死自己母亲的老妖婆 原来他一直是做好友的赵正赫 竟是老妖婆的儿子 吉雄忘不了母亲是如何被老妖婆害死的 也忘不了赵正赫小时候是如何欺负自己和吉同的 复出之火在他心中熊熊燃起 所以当第二天早朝时 皇帝问起赵正波杀妻一事 吉雄就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赵正赫的裁决 这话正合皇帝的心意 为赵军波妻子申冤 其实也是为他的生母申冤 皇帝当即下令 罢免滥用职权的赵正赫 于是上一秒还在为找出活冰厅主人 而对可怜的老者事件的赵正赫 下一秒就收到了被格职的圣职 随着赵正赫的下台 原本的判官严子制就成了兽影 他什么也没干 只需要站在吉同这边 就能顺风顺水了一路往上爬 风水轮轮转的严子制 可不会对赵正赫客气 这一幕真是大快人情 炎子制解决完赵正赫 就赶紧去找吉同报喜 可他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老师的监控之中 得知活冰厅主人竟是吉同 老师连夜召集老妖婆赵正赫 以及王叶宇莫黎 一同前来商讨对付吉同的办法 听莫黎说 吉同这些年一直在找他的妹妹和大哥 他们几人的心里 便渐渐酝酿出一场惊天阴谋